那 这一座就是乌石鼻山 乌石鼻山就是从东北角 这个龙脉从日本的鹿鹅岛 引漠到海底 然后经过琉球群岛 然后从乌石鼻这边登陆 他就龙起来了 所以这一座山呢 他一出海面就是一个山脚追形的山 看你看你漂亮的一座山 然后日本人的研究 乌石鼻这一代的地址 这边的地址是台湾最古老的 延城 然后这里的地址条件呢 跟鹿鹅岛 完全 几乎完全一样 所以日本人 日本人他们也有研究龙脉 他们就认为来台湾的龙脉 就是从鹿鹅岛 引漠到海底 然后从乌石鼻 又上升上 这是日本人他们的研究 那我也是这么认为 我个人也是这么认为 那南方来龙的登陆处我个人是把他断定在三星台 那三星台是台岛东江 这是台湾的最最东 最东边 那从三星台上来呢 就马上进入了海岸山脉 他是在城宫那边一上来 就是海岸山脉的最高峰 这一条 三星台这条岭线 他直接延伸到海岸山脉最高峰 1680几公尺 叫马老肉山 那他上到马老肉山之后就往两边展开 这个就是台湾南方来龙的登陆处 那这一张是那个 好像是大地出版社 他卖出版本上 空罩 这个大概有 一、二十年有的历史 以前学工水 第一次看到这张 好兴奋 因为我们第一次看到 看到这一种壁体 银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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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没有这样的概念 第一次看到的时候 好兴奋 你就买了 这一张是千七百块 然后回来我就把它 放拍啦 拍 拍好几张 好像七张相片 然后就把它接在一起 然后就把它 山脉 河流 把它分开来 我们台湾所有的银线 就一目了然 这就是银线的根部 我用这几张图 你快速的跟各位介绍一下 这里就是 巫石鼻山 巫石鼻山上来 开始就是台湾的中央山脉 中央山脉上来 在他不到50公里的距离 就形成了南湖大山 南湖大山 在中央山脉来说是第二高峰 他最高峰是秀波来说 他是第二高峰 可是秀波来说的气势 非常的雄狼 所以以前登山的前辈 就说南湖大山是有帝王之相的山后 然后从南湖大山 分出一条龙脉经过四面雅口 上来这里就是雪山山脉 然后雪山山脉往北走 这条龙脉一直分布到台北盆地 这就台北盆地 然后台北盆地 我们说龙脉截穴 有基本条件 就是所谓的左青龙右白骨 后血母前朱雀 青龙白骨就是他 龙脉两旁的山 来保护这个地方 然后朱雀就是前面的山 雪母就是你后面的山 然后 台北盆地呢 在这个地方 他的白骨沙 顺着海岸线 然后这里是大城龙山群 然后他的青龙沙 就从大坝尖山 经过桃园台地 来到领口台地 来到观音山 所以 这是北台湾的第一个风水的大格局 就是台北市里面 台北市在这里 有一个很长远的龙脉 然后 有保护他的山 然后这当中所有的水源 全部汇游到淡水湖 那这边是桃竹苗 桃竹苗 他是台北部 次要的龙脉 所形成的 然后中山 他继续走 来到这里 就是在台湾山群峰 在北市有破坏了吗 破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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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荷安山群峰 从荷安山群峰 发出几条龙脉书 他形成了台湾第二个 都会 台中本地 在台中本地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河灣群峰出來的 這個是台中的龍脈 然後左青龍右白骨包圍著台中盆地 這也是一個陽雞大雀場 我們剛剛有講的 陽雞大雀場 然後從河灣群峰繼續走 我們剛才看到那個秀布蘭山 秀布蘭山 然後上來御山巡峰 台灣第一高峰 所以古人就說台灣的龍脈 龍渡滄海從不見過來 然後到御山隆起 形成台灣的祖峰 可是我們從剛才講到現在 那個龍脈他的傳遞是有方向性的 他是有方向性的 如果說從玉山 從台灣海峽上來御山 那我就曾經這樣問過風水界的朋友說 好啦從台灣海峽上來 那請問他是從哪一條脈延伸到玉山呢 一句話就打不出來 從台灣海峽的哪一條脈延伸到玉山呢 找不到哪一條脈 因為所有的脈都是從玉山往下延伸 那像我們剛剛從烏石筆 那從海上來 他從海上來 那我們怎麼說 不是從南無大山延伸到烏石筆 而是從烏石筆到南無大山 從烏石筆到南無大山 從烏石筆到南無大山 可是從玉山下來 他每一條脈下來 都形成了龍脈 形成了鄉鎮 形成了都市 每一條龍脈都有 所以你找不到一條空的龍脈 所以你找不到一條空的龍脈 可以變成到玉山 來形成台灣的船風 那嘉義呢 我們嘉義這個地方 你看 他就從玉山出來 就這樣子 船遇到玉山 從嘉義 他就一直出來 一直出來 一直延伸過來 都是中脈 中間的脈 那 玉山 這條脈 跑得非常長遠 形成台灣第三個大都會 叫高雄市 那玉山之後呢 秀布南山 大概是中央上脈的中段 在中間而已 然後 後面這裡有100多公里的龍脈 就一直延伸到鵝卵 但是 他已經是形成了次要的一些穴殘 不是主要的穴殘 然後再加上 從東方來的海岸山脈 就形成了台灣 就形成了台灣 整個龍脈的一個穴殘 那 我個人的習慣喔 我只要去一個地方喔 剛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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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庆說 那我為什麼不把這個東西出版 欸這個東西太 太 太機密了齁 所以我還不敢拿出來給風水界的人看齁 我每去一個地方齁 然後 鬼藍 我就會把那附近的土 把它截圖下來 然後把它的龍脈全部都畫出來 所以 這樣子 一二十四年下來 也累積了幾百張這樣的土 那在畫土的過程當中 就 就慢慢把整個台灣的龍脈的分布 還有龍脈的分布 大概都找出來 那 所以呢 我如果要出版 這個東西去出版 就會很輕盈 那這是南湖大賽 南湖大山的形態 他很高 他也是一個寶塔形 兩千低垂 這個叫帝王氣勢 那是南湖大山群共 那我們講七星巨獎 三毛 從龍脈的一個圓頭 你不是講那個昆弩張的圓頭 是在台灣的圓頭 每一個龍脈的圓頭 我們稱之為祖山 祖先的意思 祖山 祖山呢 他 如果是一個氣勢比較強大的祖山 他會有群蜂團聚的現象 所以南湖大山群蜂 他有七座山團聚 在我們台灣 台灣有幾個 中山山脈上面 高山上 有幾個地方被稱為群蜂的 只要被稱為群蜂的 大概就是一個龍脈的圓頭 那我現在開始就把我們台灣的龍脈群 分為北中南 北中南 他各有他的祖山 那北龍呢 他的祖山就是南湖大山群蜂 七星巨獎 就是這七座山頭聚在這邊 團聚的意思 那是一種氣勢 一種能量的展現 這個在風水的書籍裡面 一再強調這個東西 那這是剛剛講的 台灣的北龍的部分 在這一條溪叫大安溪 如果經常南來北往的 我們就會發現 大安溪是台灣氣候的一個分界線 尤其是冬天 在南台灣是豔陽高照 經過大安溪之後馬上烏龍密布 那大安溪這邊 這一條是 也算是雪山山脈 但是這一條龍脈 它跟中部這邊比較有關係 所以把它分為所謂中龍的部分 這一條是南陽溪 這一條是大安溪 這個龍脈系統呢 把它稱為台灣北龍 我講這個有人 趕快站起來 就是柯市場柯P 他之前 他前幾天不是說 說台灣其實 應該是三都就好了 他大概 他的觀點很不一樣 以龍脈來區分 以龍脈系統來區分 台灣的確是只有三都 但是我覺得三都不夠 他加上一個東都 中山脈以東 那這是河灣東風 河灣山在三越界也稱為群峰 叫河灣群峰 河灣群峰一樣也是七星巨長 他有祖峰北峰東峰西峰石門山 石門山北峰還有一個河灣千山 總共七座山 在這個地方團聚 那在這邊團聚之後呢 他就分布出 你看這幾條平行的龍脈 這幾條平行的龍脈 分布在大安溪以南 佐水溪以北 以河川為界 那這當中最大的陸位區 就是台中市 這是台灣中農這一個弘脈系統 然後這是玉山 玉山群峰 玉山群峰叫武器歸原 什麼叫武器歸原 就是武器就是五行之氣 五行就是金木水火土 那為什麼叫武器歸原 我們在風水上 把山的形狀區分為五行 五行有五種不同的形狀 他的祖峰屬土 就是土星的形態 就是上面是平的 那南方屬火 他是尖銳的 像火焰一樣的 然後東方屬木 木他是比較陡直 比較陡直 所以東風就像一個大樹幹一樣 他屬木 然後西方屬金 金就是比較圓 或者是金字塔形 他屬金星的形態 北方屬水 水就波浪形 所以玉山北風 然後這是北北風 那兩座山就像一個波浪一樣 所以玉山巡峰 他就具備了五行的形態 然後五行的形態 他用武器歸原 為什麼叫武器歸原 在五行 有五個方位 東西南北中 這五個方位來說 中央屬土 所以他祖峰在中間 南方屬火 所以南風在南邊 東方屬木 所以東風在東邊 西方屬金 這西風 北方屬水 然後 玉山巡峰 剛好東西南北中 叫武器歸原 那這武器歸原有什麼特別 在古書上寫 叫做萬里不得已 就是 一萬公里找不到一個地方 是武器歸原 他說形容這樣的地方 他有一個很特殊的地位 所以 我們台灣島為什麼這麼特別 玉山巡峰 可是玉山巡峰 他所形成的最大的都市 高雄市 高雄市 大概以都會來講 在台灣大概是排名第三年 現在台中有後來居上的現象 那 這麼尊貴的一個玉山巡峰 他分佈在高平溪以北 佐水溪以南 他形成了一個嘉義市 一個台南市 一個高雄市 這三個都會區 可是這三個都會區 還不足以跟這一個 武器歸原的這一個格局相併論 所以呢 我這麼形容 這個 玉山巡峰下來的高平溪以北 佐水溪以南 是台灣最大的人才庫 人才儲備庫 也是說他結了很多很多很多的血腸 結了很多的血腸 然後他會產生很多的人才 那這個 這個叫做龍穴分佈圖 這個風水界看到這個眼睛會亮起來 這龍穴分佈圖 這是一條主要的龍脈 然後這個龍脈已經是從高山分佈到丘陵了 高山不會結穴 穴呢 會結在龍脈的末端 所以這一個龍脈來到這裡 有這一個圈圈 一個圈圈就是一個龍穴的水腸 然後各位可以發現 這一條原生來到這裡 鏡頭結一個穴場 這裡到這裡鏡頭結一個穴場 這個半山腰結一個穴場 這一條鏡頭結一個穴場 這一條也是 所以 從這個我們就可以看到 龍脈它結穴在裡面 一個規整 一個規律 一個大概 但是不是絕對 但是大部分是這樣分佈的 然後這是預期必須龍脈分佈的 一個圈圈就是一個龍脈存在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龍脈下來 龍脈下來 結穴 這一條大的龍脈來到鏡頭這裡 結穴 這一條織龍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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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下來 對 結穴的確有它的圈圈 這是觀廟附近的龍脈分佈 一樣 一個點 就是一個龍脈 翻驗巢地區 那 再來這個又更 又不太一樣 叫龍脈聚落 我們剛剛看到那個 一個龍脈的 一個龍脈的分佈一個點一個點 然後 這是一個大放龍 然後從這個圖呢 又可以看出 什麼樣的環境 它會形成龍脈聚落 那 這樣的一個規律 放租台灣全島 都是這樣的規律 甚至於說啦 放到全世界來看 都同樣的規律 到世界 每一個地方 一樣 它的分佈的情形 都一樣是這樣子 所以 我今天從頭到尾都在強調 風水是真的不是假的 就是 從這樣看起來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它有一個分佈的狀態 那這個是陰穴 就是風水師最想要找的 尋龍點穴 就是在找這種地方 那一個穴場有多大 給各位一個概念 不管你這個山有多大 不管來龍有多長 那個結穴的地方 30公分 30公分 風水師的本事 就是要在一片荒山裡面去找出那個30公分的地方 所以各位知道那個有多難 那個有多難 所以有的說這裡是風水堡地 叫大家都來這邊買 每一塊都是風水堡地 那個都是騙人 真正只有一個地方 30公分 其他都是騙人 所以 有一些風水堡地要找我去聯講 我都把它拒絕 因為我不能說實話 請不要 我不能說實話 一說實話會傷感情 那30公分要保留一個 分享給所有的家的風水 因為龍穴 龍穴 龍穴它的特殊的作用 我們等一下再講 好 然後 剛剛講的那個 那個龍穴的分布圖 那是屬於陰穴風水 那我們現在講陽積風水 因為這是獄景 獄景這個地方呢 有一個山脈來到這裡 形成一個獄景 所以獄景這個地方 它有一條龍脈 這裡就是獄景的龍脈 這是園林 這是八卦山脈 從八卦山脈的某一條脈這樣分下來 大概從這裡 分布下來形成了園林 這是南投 雲林在八卦山脈的西邊 南投在八卦山脈的東邊 有一條脈 有一條脈分布下來 形成了南投市 這是圖里 圖里的虎頭山 下來形成了圖里鎮 彰化市 這是八卦山脈 形成了彰化市 齊山一樣 虎頭脈下來 羅東 這樣下來 水嶺 這個很明顯 這個很脈 當然各位也可以說 每個地方都有山 城鎮都在山下 這樣會不會太牽強了一點 說它是龍脈 太牽強了一點 但是它的規律的確是這樣 我們從風水學 從古人所留下來的 判斷龍脈的那些等級 那些區分 去判斷它到底是荒山還是龍脈 所以像這樣的北斧 它也是有一條龍脈下來 形成了北斧 通宵 一樣 台東市 那我們平原有沒有龍脈呢 平原也有龍脈 我們剛剛講的龍脈是分水嶺 分水嶺的概念 所以我們平地也有分水嶺 水會往低處流 它從高處往低處流 所以在平地來說 它也有分水嶺 那分水嶺 就是平原的龍脈 所以我們看 像一個聚落 一個聚落 一個聚落 這個聚落之間的連線 像這個聚落之間的連線 大概就是龍脈分布的所在 為什麼說聚落之間的連線 是龍脈分布的所在 我們古時候 然後 在平原地帶 容易氾濫 溪流會到處漫流 因為那時候沒有黃沫底 溪流到處漫流 然後 什麼地方比較不會淹水 比較高的地方 就分水嶺的地方 它比較乾燥 所以住在那邊比較安全 所以分水嶺 龍脈的地方 比較會容易形成聚落 所以一個聚落 一個聚落 聚落之間的連線 大概就是平原的龍脈的所在 那這是北京城 北京 北京也有它的龍脈 然後這個是 這個地方呢 這個綠色的叫龍脈 藍色的叫水 這裡有一座城市很特別 它的形狀就像一架飛機 這是機翼 這是尾翼 飛機頭 這個地方叫巴西利亞 巴西利亞 巴西的首都 那飛機頭的位置呢 那就是它的總統府的首在 這個城市設計很有意思 那懂風水的人 一看這個水系圖 龍脈圖 都知道說巴西利亞 是一個風水很好的地方 可是問題是 巴西人他們不懂風水 我們剛剛說 北京城 中國人懂風水 當然會選北京那個 風水好的地方建築 正常 可是巴西人不懂啊 可是他為什麼懂得選一個風水 這麼好的地方建築呢 講到這裡 又對風水界有點傷感情 風水根本不重要 真正風水在作用 不需要風水師 所以 巴西人不懂風水 他們也會找到一個風水最好的地方建築 那就是首爾 韓國人就懂風水 首爾的來龍 這是漢江 首爾是一個風水 還不錯的地方 應該算是很好的地方 所以韓國 這一條呢 叫清西川 韓國清西川 在李林博當首爾市長的時候 他選首爾市長 他的政見就是要打開清西川 結果他真的把他打開清西川 然後因為 首爾的政績 他當選了韓國總統 那 這個 韓國自從清西川打開之後 最近連打韓國的整個國勢 真的就上門了 從李林博那個時候 韓國國勢就慢慢上 這一個龍脈系統呢 就是所謂的帝王之穴 這個地方呢 是清朝的八祥地 叫赫圖阿拉 這在東北 省龍那附近 這條龍脈下來 各位可以發現 這附近的龍脈 全部繞著他 全部以他為中心而存在 這是一個建立一個皇朝的帝王之穴 像不像的一個格局 那這個地方呢 在中國的干州 這個地方他整個龍脈的格局 我們現在所圖所看到這個範圍 比一個台灣還要大 我們從這些山脈跟河流 他的形勢 我們可以找到這當中 有一個主要的大穴場 這個大穴場 他涵蓋整個中國東南 所以我們現在透過這些工具 透過我們群龍找去的這些經驗 其實這個世界上 關於龍脈的經驗 已經慢慢被打開了 所以為什麼我說 這個東西我不能出版 各位 像赫圖阿拉那樣的一個格局 龍脈就已經建立一個皇朝 像一個中國東 整個中國東南形成的一個大穴場 那是什麼樣的格局